上一任蔡英文总统的就职典礼 我有亲自参加 那这任赖清德总统呢 我也会亲自参加 依照婚礼台中市长卢秀燕 确定参加520总统就职典礼 但是那天的市议会总直询要怎么办 特别感谢 那准我的假 我建议这个总统就职小组 应该跟这些议员表示 谢谢 谢谢他们愿意放行 我们已经协调了四位议员 一位愿意改时间 三位说我请假没有关系 六都首长我领当天各有行程考量 绿营方面高雄市长陈其迈 台南市长黄伟哲确定会出席 来营部分台中市长卢秀燕 桃园市长张山正也会北上 至于双北部分台北市长蒋万安 调整行程后也会参加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确定不出席 我们对政府新的团队 我们都给予祝福跟高度的期待 5月23号也刚好是新年阁的第一次开会 那新年阁第一次开会 我也会去参加 不只侯友宜不出席 国民党立员党团也不参加 仅有政府院长韩国瑜江启成 前往典礼 距离520其实还有下个礼拜一 未来还有可能再有党团大会 再去做讨论 不得而知 即便没有出席 我们还是祝福就职典礼顺利圆满 是否出席 侯蒙凯与代保留 至于在一党主席的部分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确定参加 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却尚未点头 现在更传出朱立伦接到邀请函的同时 恰好也收到行政院副院长 郑文燦妨害名誉的诉状 而郑文燦更打算以策告 交换朱立伦出席 是否出席总统的就职典礼 也是一个政党的领导者的智慧 竞争归竞争 风度归风度 我决定主动策告 郑文燦这一次的回应呢 更是证明了 他就是用司法来威胁 在野党主席去参加520的就职典礼 520将演党初步出席 又成为朝野攻防焦点 欢迎新闻成名 陈彦海科主营台北桃源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